是负责底盘 全体化的一个底盘 自家小巴克爱外形潮汐金六和机械 今年在台北国定车电站 与其他科技公司联手打造无人驾驶电动车 创新技术在业界小有名气 只是成功的背后却传属有台籍的中国田津厂长 依次过劳猝死 也让厂商过去的黑历史依依被其地 根据透明足迹网站显示公司各种猎击斑斑 2009年到2022年一共遭环保局开罚26次 理由包括立状污染物质数值超标 公司车辆培放黑烟超过标准 以及废水污染等 发欢从3000元到30万元不等 另外2020年至今违反机械设备7次 劳资纠纷5次 在桃园市府的记录里累计开罚金额达到74万元 在近4年针对六和机械 总共进行了32厂试的劳动检查 违反治安法以及劳机法的部分 总共裁罚了12次 员工怒火无处发泄 只能在Google评论狂刷异行复评 痛诉工作环境恶劣 更有人直言快跑别来 我们也会请同仁来主动联络家属 协助家属来申请劳资争议调解 实际回到工厂 保全只说主管都在开会 结告前适中不愿正面回应 面对员工过劳死 加上网路负贫不断 似乎只有公权力出面 才能替员工争取合理的工作权益 新新闻阿高养麦杨仲强装进安裁